不料被網友質疑 65歲退休和財智組退花耶族的4%法則有什麼分別? 退休之後以美股美債作為資產配置實行4%法則 又是否合適呢? 大家好 歡迎收看HengarTV 我是不料 前年40歲財智組退 這個課堂是關於財務自由 投資理財和提早退休 今集的主題是 4%法則與美股美債資產配置大辯論 上一集 不料對退休理財投資文章的理財專家提出了一些質疑 反應熱烈 但是不料亦受到網友留言的質疑 他質疑什麼呢? 哼 正所謂 替人投者 引益替其投 這位網友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也很有自己的見解 不料是非常欣賞的 今集就透過回應分享 大家也可以一起反思退休的理財方法 聰明的你 記住看到最後 有興趣的話 記住由第一集收看所有的影片 全部精彩 我們現在開始吧 免責聲明 本影片只做學術分享 並不是任何的投資建議 今集將會分為五部分 第一 網友提出的質疑 第二 不料對4%法則的回應 第三 不料對用美股美債組合退休的回應 第四 長者退休 4%法則 是不是合適呢? 第五 總結 第一部分 網友提出的質疑 不料日直很喜歡各位的留言 99.9%我都會回覆 我特別喜歡一些有自己見解的留言 例如以下這一位 這位網友留言和不料討論 內容主要關於兩件事 包括4%法則的出處 以及他認為美股美債資產配置 以及再平衡的方法更加可信可靠 因為有長期數據的支持 不應該用一些未經驗證的方法 內容是這樣的 有關退休的4%法則 有點搞錯了 Trinity Study 是講到到達退休年紀退休的人 應該將資產進行 6成被動美股指數投資 以及4成美國中期國債的資產配置 應該每年提取最初資產的4% 介於通脹的錢去生活 這樣的話 100%就可以到達30年 即是90歲 研究由美國大蕭條年代開始BEDTest 不論任何環境 經濟 政治 資產都可以用30年受到時間考驗 HangarTV提到的4%法則 加通脹的投資回報 並不是最初Trinity Study提倡的做法 4%加通脹的投資回報 是應用於現代流行的Fire運動 這樣錢可以用一輩子 永遠不會用完 這個裡面有幾個假設 搬到低生活成本的國家生活 減低成本 沒有突然多出來的支出項目 去年就有很多人取笑Fire運動 不切實際 源於其中的代表人物 要重投即場 重投即場一方面 是因為投資回報不如理想 更因為負擔不了孩子的學費 而孩子在Fire的時候 並未出世 要投資回報 做到4%加通脹 也並不是想像中那麼難 如果在踏入千禧年的時間 做六成被動美股指數投資 以及四成 美國中期國債的資產配置 每年提取4%加通脹的錢去使用 其中經歷了 科網股爆破 金融海嘯 勾債危機 新冠疫情 俄烏戰爭 現在戶口的錢 原來比當日退休的時候還要多 所以現在有人開始提倡 動態4%法則 《Die with Zero》 這本書一指封衡 退休理財 比所有人想的更加簡單容易 正因為如此 退休人士變得忠意胡思亂想 所有年金 基金 储蓄保險 個股之類 從來沒有研究證明可以維持30年 而且守得起時間考驗 NKTV提到 储蓄保險定期有4厘的回報 這就是經歷時間考驗的一個例子 在疫情之前的十幾年 無論定存 國債回報 都是接近零 有關退休理財 讀閒人老師寫的 提早退休說明書就夠了 第二部分 不料對4%法則的回應 不料帶大家看一看網上搜尋的結果 不料不在一一讀出 大家可以自己暫停看一看 內容基本上就如網友所說 其實當初1993年 William Bangan的研究 已經計算了通脹的情況 如網友所說 只有1998年 Trinity Study 將這個研究發揚光大 變成了今天我們經常聽到的4%法則 計算的目標 是支持62到65歲退休的美國人 支持30年的退休生活 將本金投入一定比例的美股和美債 每年提取4%作為生活費 及通脹 已經足夠應付30年的退休生活 再之後 財智組退回來一族 例如台灣的楊英超先生 他們演繹的4%法則 就是連回報7%或者以上 即是4%的開支 加上通脹的3% 這裡有幾點要提一下 第一 財智組退和一般退休人士的不同 65歲退休人士 和財智組退花兒族 考慮的是不同的 前者考慮大概20到30年 而後者 就要考慮還有40到50年的生活開支 後者的年期更加長 不確定性更加大 第二 更多關於4%法則 原本的4%法則 無論1993年Bangin原版 或者Trinity的版本 他們分別以1926到1976年數據 以及1926到1995年的數據 以30年為目標去做回測 但是要特別留意的是 以前的債息有一段時間是很高的 80年代初 有一段時間更加高達10到15% 而2008年之後 大部分時間都是4%以下的 世界轉變得這麼快 以前適用的東西 未來還是否仍然適用呢 有一篇網上的文章是這麼說的 後來美國有一位財務專家 韋斯莫斯 拿了1929年到2010年實際股市和債市的數字去驗證 結果發現 在這82個退休年份裡面 假設每一年 即1月1日就有一個人退休 有58個人的錢是可以用超過50年 佔全部人的70% 而其他的24個人佔全部人的30% 雖然錢會花光 但是最倒楣的那個人 錢還是可以撐到29年的 換言之 按他的計算 有30%的人不能用超過50年 所以原版本的4%法則可能只適合65歲退休的朋友 但是就未必適合財智組退的朋友 第三 金錢死前歸零與否 解如將退休的時候 本金比喻為沒有雞 賺取的利息 比喻為生出來的雞蛋 退休投資目標 一種是死前身家歸零 最後連資本都會用完 即是將沒有雞都散來吃 另一種是本金長存 只靠本金收息的資金作為開支 不吃沒有雞 只是吃雞蛋 由於財智組退的人 退休之後還有40-50年 而原版本4%法則 只是能夠支持30年 就可能會不夠用了 從而變成了FIRE族的 匯報7%或者以上的版本 一個簡化了的例子 例如1000萬第一年匯報7% 1070萬提取4% 即是40萬作為生活費 剩下的1030萬 第二年匯報7% 11802萬 能夠拿到44萬作為生活費 剩下的1058萬作為第三年的投資 如此類推 如果能夠達到每年7% 本金和能夠提取的開支 就能夠按通脹增加 直到40-50年過生之後 母機仍然在 所以用這個版本為目標 比起原版本比較安全 每年的現金流為正數之餘 沒有雞也只作後備之用 但是壞處是 到死的時候 浪費了這隻沒有雞沒有吃到 那一筆沒有雞資金 可能是用了二三十年儲存的 沒有用到就過了身 很可惜 筆料非常認同 如果沒有子女要傳聖的話 在去世之前 將一分一毫用盡 Dive with zero 但是最難預算的是 不知道自己有多長命 所以可以中間落墨 到差不多的時間 開始動用本金 也是一種可行的選擇 到時候的投資 也可以趨向保守 不用追求7%的年回報 那為什麼我在上一集 故意說4%法則呢 因為不料發現 有很多人對4%法則有誤解 有些人以為什麼都不用做 每年用退休金的4% 就足夠未來到百年歸老的生活 有些人反過來計算 年支出乘以25就夠 有些年輕人可能會想 我每個月花1萬元 一年12萬乘以25 等於有300萬就可以退休了 但是就沒有想到下一步是危險的 因為他們未必知道 原來是需要長期投資回報配合 才能夠成事 例如網友所說的美股美債組合 而知道需要投資的人 有些只是看字面自行猜測 投資回報4% 或者有些人全倉美股指數 ETF平均8-10%回報退休 每年拿4%來做洗費 但是就可能沒有想到當中的風險 都是危險的 不料提出7%是給大家一個快速參考 在財治組退之前 要問一問自己有沒有這個投資能力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能要儲多一些 例如30倍 40倍 或者用少一些 不是4% 而是3% 所以 無論是哪一個版本的4%法則 必須要了解它背後的邏輯和投資理論 以及因應自己的實際狀況和能力去規劃自己的退休 4 需要留意的風險 第一 是上一集不料所說的通脹風險 第二 未來任何的天災人禍 可能令你的報酬率變低 或者投資組合發生極端意外 第三 突如其來高於平時的大開支 例如需要拿一大筆錢去醫病或者裝修之旅 都可能令4%法則失效 這些都需要小心留意 第三部分 不料對用美股美債組合退休的回應 有很多外國的KOL也推薦原版本的4%法則 即是用六成的美股和四成的美債組合 每年再平衡比例的做法退休 有些人就建議 預留兩到五年生活快去抵禦股災的情況 我們先看看這種方法近年的結果 不料在網上找到兩張6040股債資產配置的回報圖 其中一張表示過往10年平均回報是8.02% 首先說直到今天看目前的數據 這個組合仍然是正確可行的 而2022年因為美國加息而出現罕有的股價債價同時下跌 但是整體而言似乎仍然未出現明顯的問題 不料提出以下幾點必須留意的風險位給大家參考 第一是不是有駕馭這種投資方法的能力 退休人士是不是有充分的知識 能力心態去駕馭這種美股美債的投資方法 了解當中的風險所在和應對方法 以不料媽為例 他不懂股票經常跟我說股票很危險 也不太懂手機的操作 股票買賣我認為他就不適合這種方法了 不料一直強調只做自己懂得的能力圈範圍以內的投資 第二最大回調的風險是不是能夠承受得住呢 股票市場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次股災大幅下跌 退休人士是不是有足夠準備和強大的心理面 去面對回調三成甚至五成的風險呢 三未必適合財智組退的人 就好像之前說 安韋斯莫斯的驗證 三成的人不能夠用超過五十年 他可能適合65歲退休的朋友 但就未必適合不了這一類財智組退的人了 四第一次失效的風險 在未來五十年裡面 美國會不會出現好像日本之前失落三十年的情況 即是股市下跌之後長期橫行呢 網友提出了很多股災的例子 說明這種配置直到今天仍然生效 這一點我是同意的直到今天仍然生效 但是看到一千隻的白天鵝都不能夠確保 不會有黑天鵝出現 正如第四十集火雞藍的故事裡面所說 農場主人年年月月每日餵置食物給火雞 但是難保有一天他會殺了隻火雞來吃 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假如你2018年初退休 當時恆生指數三萬一千點左右 你看香港恆子的圖表 由1964年有恆生指數開始到2018年 回測數據發現 只要用恆生指數ETF加債券組合 每年提出4%做開支 結果總是能夠滿足未來30年用 我起個名叫退休方法A吧 而且五十多年來的數據表明 經歷過大事件 包括金融風暴 放網爆破 SARS 金融海嘯等等 方法A一切都很完美 都沒有問題 最後將所有的資金投入這個組合裡面 到今天恆子曾經跌過去萬四點左右 再回到今天萬八點左右 在這一刻看來 面對身家少了一半 你是不是還能夠抱住 用方法A這個信念呢 或者 你有沒有因為股市債市下跌 而令到你的資金流出現問題 而影響生活呢 假如未來幾年恆生指數 真是如沈大師所說 剩回四萬點 方法A仍然好像2018年的時候 看起來沒有問題 但是實際對退休人士的影響呢 不料舉了這個例子 去類比美股美債的方法 重申我並不是說美股美債組合不行 只是提醒大家 在決定之前 別線要考慮當中的風險 網友不同意我這個說法 他認為 假設家人患上絕症 醫生有藥 可以100%醫好 這個人說 性格 經驗 想法 能力綜合起來 想是一個沒有證據有用的偏方 來會支持家人的做法嗎 一個在過去100年 在不同環境都有效的方法 在未來可能會失效 一些沒有證據的方法 反而突然變得有效 討論大致來到這裡 網友和不料針對同一樣數據和回測 而結論不同 因為網友抱有樂觀態度 而不料就抱有懷疑態度 重點不是誰對誰錯 因為沒有人知 而是適不適合自己 如果網友認為沒有問題 那就按這種方法去執行 因為退休是很個人的事 以不料為例 我自己就不會用這種 六十四十美股美債方法去配置 記住是針對我自己 不是所有人 第一 不料是財智組退 而不是六十五歲退休 這種做法 未必能達到我 足夠用五十年的目標 第二 我認為市場是充滿不確定性的 例如方法A的例子 未來五十年 會不會發生世界大戰 疫情 種種令到這個美股美債方法失效的東西 比如幾年前 油價竟然出現負數 真的沒有最荒誕 只有更荒誕 不料實在下巴都跌落地 上百年的數據都失效 因為是史上第一次發生 第三 我認為自己仍然有能力去爭取更好的回報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和能力 未必適合於其他人 退休人士 也因應當地的環境和福利政策有所調整 比如香港有長生津方案 就像你為網友民眾推薦一本書的作者 台灣KOL 閒人 他也會因應自己的實際情況去做 他49歲的時候提早退休 他現在買了六成的台股 加兩成的債 加兩成的定存 也不是原本版本的美股加美債 為了達到他自己的目標 他更加保守 每年只是用3% 即30到40萬台幣 而台灣 他們一般用當地的通脹1.5%去計 Youtube有一個更來閒人的訪問 也值得參考 我將連結放在介紹欄 第四部分 長者退休 4%法則合適嗎? 4%法則可能適用於資金充裕 即是擁有年支出25到30倍 而且較有能力的長者 而且必須要留意投資風險 而對於較低資產 例如低於200萬港幣的退休長者 不料仲是認為 長者理財系列中所說的方法更為合適 另一位網友就認為 提到老人家的資產不多 不適合用4%法則 但如果從資產提出4%加通脹的金錢 到不足以應付日常生活的支出 基本上就只可以退而不休 繼續工作到死的一天 再不是就串聯大礙左膠 要政府退行全民退休保障 吸收下一代努力的成果 不料估計 只有少數人在65歲的時候 能夠擁有年開支25倍的資產 而老人家因為健康或年紀問題未必有人請 既然香港有一些社會福利 配以一些理財方法就足以支持生活 4%法則又用不到 又沒有其他方法 那為什麼不用呢 不料認為 只要不是濫用 不是偷 不是搶 應使則使 各位網友 你們又怎麼看呢 你們對今集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意見 第五部分 總結 總結一下 大家應該因應自己的退休狀況和能力 了解某一種投資理財方法 是不是適合自己才去用 我鼓勵大家 不要盡信所謂專家 包括不料在內 相信一件事 或者投資之前 一定要獨立思考 自己分析 不料都不保證 我所說的東西是100%都是對的 在投資世界 不確定的市場裡面 我相信更加沒有人敢說自己是100%正確 希望你一集能夠幫到大家 感謝你收看到最後 喜歡的話 希望你能夠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這樣會令YouTube的算法 推送給更多的人看 從而幫到更多的人 今集就到這裡 記得按個讚留言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